海地总理兼总统亨利宣布将下台之后情势混沌未明 原本肯亚政府跟亨利达成协议 将派遣警察到海地协助维安 不过就在亨利宣布将下台之后 肯亚政府临时变卦 暂缓维安任务 美国也呼吁国际社会派遣维安部队进入海地 并要求海地人在24到48小时内组成委员会 决定过度总理人选填补权力真空 民众在街头焚烧轮胎 臭气冲天 海地总理亨利宣布将下台后 首都太子港依然一团混乱 还要民众手拿标语上街抗议 要国际社会不要插手海地的事 不过海地背后的老大哥美国 要求海地人尽速组成委员会 决定过度总理人选 至于滞留波多黎各的总理亨利 美国官员表示 欢迎他继续留在美国领土 避免回国再现波兰 亨利日前访问坑亚 跟坑亚政府搭乘协议 坑亚将派遣警察到海地协助维安 不过就在亨利宣布将下台后 坑亚政府临时变卦 战缓维安任务 美国也呼吁国际社会派遣维安部队 进入海地结束动荡不安的局面 海地人道危机恶化 联合国担心 恐将出现大规模饥荒 海地的权力真空如何填补 还是未知数 林佑人编译